来到古代战场,掏出赞助者挑战圈 我的面前立马就出现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挑战者 我打我自己,这有什么好打的 来,咱们还是跟打所有的Boss一样 先看一下面前这个家伙到底有什么技能 首先你应该不难看出这个家伙好像是有点东西 他不但手持一把弓可以远程进攻 而且他还会发射零炎弹,以及类似于凋零头的炸弹 我这边还是尝试与他拉开距离 但是我发现拉开距离好像没有什么必要了吧 刚才我也是感受了一下他剑的伤害 好像跟原版的弓箭没有什么区别 他发射的零炎弹发丢零头速度也并不是很快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手持盾牌采取进攻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第三个技能 这个技能呢也是他最致命的技能 那就是发射三枚雪球 雪球一旦命中我,他会给我一个缓慢效果 这个缓慢吧,你说他致命吧,他也不致命 你说他不致命吧,他有时候也确实能致命 所以怎么说兄弟们,眼前这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一共拥有三个技能 只要我们能够躲过第三个技能雪球攻击 那么基本上我就可以把它给拿捏了 OK,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喜欢我的视频 请留下一个点赞支持一下 点点超过2000,咱们立马更新下一期 既然这个架构的技能都了解了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做啰嗦了 说实话,这个boss真的并不是很厉害 最起码跟我打,他还差那么一奶奶 就这样一剑皮下,成功战胜,挑战者 确实没掉什么好东西,掉了一个赞路的碎片 这个碎片我觉得还可以 你们看他的属性兄弟们,各个属性都比较均衡 只是掉落的有一点点少,只掉落了四个 但是也还行,我懂得知足 来吧,回到家之后兄弟们 再拿出我们的最初的水晶杯 昨天打这个boss啊,没把我给折磨死 昨天呢,我对着录像视频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个玻璃杯啊,其实也很好打 他进入第二形态之后 发射小玻璃杯是有节奏的 如果你能把握好节奏 拿下这个家伙,分分钟 如果你把握不好,也没有事 那就废话不多说了 看我如何拿捏他就完事了 首先,这个boss第一形态 还是那句话,不要慌 拿出宝剑跟他刚 很轻松,我们就战胜了第一形态 第二形态,他开始发射破碎的玻璃杯 还是一样,兄弟们,也不要着急跑 你就锯好你的盾,抓住时机,来一刀 不过此时此刻,我的节奏好像有点乱了 我的血量一直在不断下降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 我们只能是贯彻作战方针 大事不好,撒撒就跑 另外呢,兄弟们注意看 这次我还准备了金苹果 这次是个意外 小宇宙爆发了 从第二形态开始打 目前他已经被我拿捏到一半的血量 你们别看我节奏把握的不好 但是我确实找到了克制他的方法 我现在就是边走边退 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慢慢的回血 等我血量回满之后 立马给他来一个回满枪 怎么说,你看他有脾气吗 我每次都能砍到四分之一的血量 血量又不多了 咱们继续往后撤 血量又回满了 我们再打回去 拿下他的第二形态 约等于战胜了这个boss OK了,第二形态也解决BGM也没了 现在就是一个残损的玻璃杯 现在你就完全可以放心了 可以近战,也可以远攻 拿下他的第三形态 还有第四形态 感觉除了第二形态 一三四形态都是弱智 解决的第四形态 还有一个第五形态 第五形态只剩一个主体的大杯子 旁边的小杯子全都没了 仍然是相当的弱鸡 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 当拿下了第五形态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自己在掉血 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咱也不敢问啊 直到最后他这个玻璃杯掉血掉了几次 我也不知道 大约得掉了两三次吧 然后就伴随着一身爆炸 掉出了一个最后的玻璃水晶杯的灵魂 我真就觉得后边这些变身了 掉血了 以及最后这个灵魂了 都是有点多余 你说整他有何用呢 这不就是很浪费时间吗 成功拿下第十三个boss 玻璃水晶杯 掉落物质一块非常的复杂 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珍贵的掉落物 在这里我就不多巴巴了啊 连续拿下两坨boss 说实话我有点心里憔悴 所以咱们一颗墨影珍珠对准风潮 直接进入蜜蜂领域 进来一看我就傻眼了 我的天哪 金灿灿的一片呀 整个世界全是蜜皮块 那么今天咱们来这里干嘛 肯定是有任务的 在蜜皮块的上方啊 有一层薄薄的东西啊 这叫花粉球 虽然它看起来并不像个球 可是我们走在上面 会使我们的行动变得缓慢 这个地方可能对花粉过敏的人来说 不太友好 你看着漫天的花粉 首先呢 我的第一个任务呢 就是收集蜜皮块 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简单啊 很快我就达成了进度 储存蜂蜜 打开任务列边 我们来提交一下任务 第三个任务就是花粉 整体来看 这些任务真的是没啥 但是实际上 它里面有一个东西 还是有点用的 我们先把花粉挖了 边挖边说 花粉球遍地都是 随便挠几下就可以 提交完花粉的任务之后 我们往下看 有一个蜂蜜味面包 这个其实你愿意制作就制作 不愿意制作就拉倒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驯服蜜蜂飞蛾 最有用的东西 当属于这一个 结晶蜂蜜 简单来看一下它的介绍 居然是一个不错的盾牌材料 咱就说兄弟们 这能不心动吗 那就走吧 立马寻找吧 生成在洞穴或者是水中 其实真的不难找 很快我就找到了 随便进入一个洞穴 洞穴里全都是 既然想得到的东西 都已经得到了 我们就没有比尔多逗留了 据介绍 只要我们往下挖 一直不断的挖 就可以回到主世界 应该就差不多了 因为我已经发现蜂巢了 哦 不对 这叫蜂蜡版 只看文理的话 我还以为是蜂巢呢 就这样 很快我就回到了主世界 可是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蜜蜂世界的坐标 好像和主世界是同步的 回到主世界之后 我居然掉进了一片茫茫大海 此时我的正前方 有一只蘑菇牛 大海中还有一个 废弃的传送门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先不回家了 我用我的旁观一瞅 这个传送门的旁边 应该是没有逆时守卫 那这里不废话了 必须得探索一下 我的妈 果真不错兄弟们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是深红铁定外加一个 夜视仪吧 难道这就叫财运 去往蜜蜂世界 再回到主世界 居然白嫖了一个夜视仪 戴上之后 我们感受一下 哎呀 豁然开朗啊 兄弟们 那这样的话 以后我的世界 就没有白天和黑夜了 就这样 我借助我的夜视仪 在大海上游了一会儿 先是斩杀了两只赛战 虽然我现在已经不需要 海底碎片了 但是这个赛战 该杀的还得杀 紧接着 我又遇到了一艘小小的海盗船 这海盗骷髅嘛 他没拿武器 那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索性就在这里标记一个点嘛 我们先回家 我觉得这个深海啊 有可能是我的福弟 回家之后 先把背包整理一下 我准备再回来 简单挑战两只boss 再去蜜蜂世界 回到主世界之后 又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 至于这片深海 还有什么宝贝 我们下期再说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